15分6篮板两珠弓 这是德里克·怀特来到绿军后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 不过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怀特还是更多的谈到了自己的老东家马刺 显然即便已经为新东家打了一场比赛 他也还是没从被交易的震惊中还过身来 其实这笔交易双方都是赢家 意在重建的马刺得到了锻炼新人的时间 绿军得到了替补系上的组织者 而对于怀特来说 他也有机会再次进入季后赛 重温一下真正的NBA 但好的归宿和情感终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马刺让这个追梦少年融入到了NBA 他一定也曾想过终老圣安东尼奥 时间回到怀特高四毕业的那一年 他和无数毕业生一样 心中充满着焦虑 因为没有任何球探来观察过他 毕竟身高不足六尺 没有任何突出优点的怀特 根本不值得NCA的球探花路费来视察 他根本不奢求那些能打全国锦标赛的一级联盟学校 向他递来邀请函 但是就连二级学校也没有一所关注的怀特的毛遂自荐 这也就意味着怀特即将失业了 但命运还是垂青了这个男孩 就在他绝望之际 一所名叫约翰逊与威尔士的大学 邀请他进入校队 这所学校是全美顶尖的烹饪学校 通俗的讲 就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体育特长生 进了新东方的篮球校队 即便有些丢脸 但总归是有地方待了 怀特没有抱怨什么 他找到了主教练卡尔弗 然后开始紧跟其后 努力的训练 打球 故事的发展终究是以狗屎运做了诸解 恩师卡尔弗居然被NCA二级学院 科罗拉多大学录用 他二话没说 带着最好的徒弟怀特就敢负上任 而两年的时间里 怀特从六尺长到了六尺四 臂展更是来到了六尺八 成为了标准的恩兵后卫身材 再加上努力训练后 怀特有了比同龄人更棒的力量 他吸引了马次的主意 他的第二个恩师就成了波波维奇 当帕克转队 吉诺比利退休 莫里赛季报销的节骨眼上 波波维奇大胆地把怀特 推上了第一线 自此他就坐稳了主力 从今以后 怀特的路就要靠自己走了 但经历过这么多恩师的照料 相信他也可以在任何地方证明自己的能力了